那再看一個自私的 我跟你講 這麼多 一定是祖書嘛 對不對 來看一下 最新的 說有個女網友在低卡發文 說我爸爸到了確診者家 說他們家在經營電器行 最近接到客人想修冷氣 爸爸前後跑了兩次 誇張的是原PO的原PO 爸爸聽到對方家人在講電話 才知道客戶家有確診者 讓他很傻眼 他們真的是不把我們命當命嗎 你知道他們有確診者 結果他們有冷氣要爭 結果叫人家去爭 不可以說了 請問 我今天看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做出來 我做不出來 因為正常 我說實話 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這個女網友 她的爸爸 因為她在裝冷氣 那她只是沒有想到 就是說人家打電話通知 她說你來把我爭冷氣 那她想說這個有生意可以做 結果去了之後 既然是透過人家家裡 在對話的時候 才聽到就是說 他們家有確診的情況 那這就很要求 因為你等於就是 你自己想想看 這就兩個可能 第一個他爸爸有可能被傳染 第二個他爸爸就算沒被傳染 他接觸過確診者 你等於害他這個相關的時間 大概這早二十幾天 沒辦法做生意 可是他生氣生氣在哪裡呢 他生氣生氣在說 你想想看 現在已經現在是五月天 剛好是要裝冷氣的時間 就天氣要變熱了 旺季要到了 可是因為你的關係 因為你接觸過確診者 你會有二十幾天 沒辦法做生意 那這個部分 其實他當事人 就已經很生氣了 因為就算我沒被 我沒確診 我怕二十幾天 沒辦法做生意 那最糟糕的是 如果確診呢 確診的話 等於你想想看 他辦法帶回去 還是傳給全家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女王友 為什麼很生氣 是他覺得這真的太自私了 就你家裡有確診者 然後為了你爽 要吹冷氣 結果你把人家叫到你家去 就你爽完了之後 換人家全家都不爽 然後人家全家不爽 也就算了 他可能影響的是什麼呢 你想想看 他爸爸如果確診 而且他爸爸接觸過確診者 那你想想看 這個原坡要不要被匡列 他也要被匡列 然後他家人也要被匡列 甚至原坡接觸過的人 他也要被匡列 所以你想想 這一圈 兩圈 三圈 在擴大的時候 人家會很不爽 當然也不爽 你吹冷氣吹得爽 但是你害人到就很不爽 清朗 你現在還去他們島 你算全人去 你現在去他們島收錢 你會說什麼 一直把他找的 他一定會有發語詞 我覺得那個冷氣功能 裡面在那邊酸螺絲 怎麼你們家有確診 從窗台掉下去 我沒有人出 我怕要戲演力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主人也夠好笑 他還不覺得這有問題 他還在電話 那個冷氣功能在那邊酸 還跟人家講電話說 我們島在中了 什麼新衣紙再印 我真的覺得太傻眼了 他可能是確診要隔離 要冷氣隔離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叫他來裝 這都沒有概念 來 醫中 不好意思 我請教你 你剛才那個女保險醫院 你會說什麼 不是啊 我 你現在太悲了 我如果是那個冷氣功 我跟你講 我真的聽到 當場聽到那個電話 我每天冷氣真的摸起來 就像砰了下去 我就水灶 你知道那個人 那個瞬間 你知道你再摸下來 再砰下去 要花很多時間 就確診了 炸裂 炸裂 我覺得台灣人 你有時候你腦子 稍微清澈一下 就是真的好像是 大家都心存僥倖說 就是剛才聽到鄭宇哥說的 他待會兒要用礦裂 所以說礦裂之前 先鑽一下冷氣 舒服舒服 你整個十四天 大家太悲了 現在是確診 真的太悲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真的都不可以小看 很多都是因為自私 所以一看一看一看 如果一看一看 如果現在說R0值是5.5 是一看五個 對不對 這個 中華 那個葡萄媽媽 說那個里長的太太 也是歌唱班的成員 里長的太太對 里長也對 你看那個歌唱班成員好像 麥克風 麥克風就兩支 歌唱班的麥克風不會有自備的 對 所以可能我們社區裡面其實滿多錢 我覺得真的不要低估 也不要太樂觀 因為何美鄉 中研院生醫所的研究員 何美鄉教授說 如果從我們的RO R0值來看 預估現在還有一千四百例 就在社區內 嚇壞了 我們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我們的辛苦兵 可怕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化學兵全副武裝 到萬華進行大消毒 這波本毒疫情以來 在八天內 確診數突破千例 專家就推測 國內恐怕還有幾千個病例 潛藏在社區裡 社區其實有一些潛在的病例 在萬華一定有 推估是一千四百人 因為四十億個重症的人 來推估3%的話 是一千四百人 周二指揮中心公佈 新增240例本土個案 雖然就前一天 333例少了許多 但專家強調 這可能是採檢速度少於傳播速度 看起來確診數才會比較少 目前疫調中的 就有29例 群聚關聯不明的 還有51例 這個關聯不明 是我比較在意 我認為比較有疑慮的 這個叫做第七層級的傳播 所以假如是沒有關聯 就是進到第二第三層級的傳播 那我們也需要知道說 它到底是到了什麼樣子的層級 看看本土病例地理分布圖 新竹縣確診數 從兩個人來到四個人 燈號變成橘色 雲林縣確診破蛋 來到一個人 燈號轉成潛綠 高雄市確診數 也從一人增加到四人 燈號由潛綠轉成橘色 目前只剩嘉義縣市 屏東花蓮台東勉強守住淨土 但疫情仍然嚴峻 還是要嚴陣以待 這個先看一下這個 就是說這個是獅子會的會長 其實他也溫麻 亞東醫院這個確診病患 也是一樣 沒有第一時間交代 人會醫院這個男性職員 也是沒有第一時間交代 郵局這個第一時間也沒有交代 和平醫院那個男性病患 第一時間也沒有交代 幾乎 幾乎 這個去萬華那個阿公店 大概都不敢講 這個是才是問題的根源 何美鄉就說 很多人不想不想說 這個事情才嚴重